仙姬祈愿有三 一愿交人开口 二愿交人断尾 三愿交人献猪 永无叛逆 万花骨护法鸡云河 也愿参与殉骄 这是我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 我不能错过 我叫 云 河 你呢 常 亦 你 为什么 对 我 这么 好 因为 因为我喜欢你 心愿你 想和你成为恋人 我已经想好了 我愿意和你一起 留在岸上 你把交注给我了 是信物 也是给你的承诺 其兴合身上的盘双禁止已经出发 如果没有解药根本撑不过三日 快救他 你断尾我便救 交人断尾 如同背叛交足再也不能入海了 你拿的就不想回家了吗 我想 但我更不想你死 他变成现在这帮模样 都是我牵他的 我一定会带他离开 居元和 你替那两股灵力对冲 恐将命不久矣 你所训的骄傲人 必须要讨本宫欢欣 因为现在 你可以强迫他了吗 不能 住手 放过他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长颖 我要用最后的生命换你自由 我不要用你的命救我 我要带你一起走 蠢货 放你一条生路 你居然还自己回来找死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我同你说的 自自俱绝 从未珍惜 你本宫杀了他 其余人下山去搜刁人 新叶国刺牙者 猪 先飞仙 狐飞狐 这等新奇之物 带回叢迹所 土儿愿与师父一起 共灵这药人 焦王率众违逆 以遵仙机之令 就地处死了 我要复仇 向顺德 向仙师 讨回这些年所欠下的公道 我杀了你 大卫八语 你是来救我的吗 我是来复仇的 从今往后 你的命是我的 我来不须 她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千疮百孔 若不是还有些许脉搏 我还以为你让我看的是个死人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 观其脉象 应该是有人在她体内注入了乾坤两极之力 想要突破寒霜对她的禁止 因而 练出了双脉 凝出了灵丹 但此举毕竟违反世间规律 虽然现在是帮她摆脱了寒霜的制约 却也对她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反噬 她说过 林苍蓝和仙尸 在她身上做了试炼 原来是真的 其实 她体内的反噬原本没有那么严重 但如同顺德所言 这段日子对她百般的折磨 让她的身体愈发虚弱 再加上从极所之中 与顺德拼死一搏 身体虚空至极 反噬才会如此剧烈地爆发 虽说她当初背叛世子 但也太惨了些 长翼世子 青瑶少主请你和空明先生过去 一同安置胡王 我随后就到 是 此处有警 先把她安置在这儿 传令下去 任何人不得接近胡信道 我会设置一道禁止 守住这里 留在这儿养伤 不用暂且关去忘哭吗 你在想什么呀 你明知道这方法不可行 我次有安排 啰嗦 你留下来 他如果醒过来 马上通知我 世子不是说 要折磨他 包袱他吗 怎么给他住的地方 比我外强啊 你也不认识 还真是雪 大尾巴鱼还算是有良心 知道我喜欢雪 竟然我住在这么美的地方 若是让洛洛知道 我一觉醒来就住上了仙头 定会羡慕死 想出去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来享福的 姑娘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胡心岛云苑 常依世子下令将你关在这里 说来说去还是个牢妨 这老天爷对我 真是一点惊喜都不给 姑娘 你人美心善 能告诉我常依在哪儿吗 我想见他 少套近乎了 世子日理万机 怎会有空见一个囚犯 由我来给你送送药膳就不错了 我告诉你 少给我惹麻烦 常依就没告诉过你 就连仙事都关不住我吗 常依 你想去哪儿 若是我说我想去打碗汤 你信吗 汤是吧 现在有汤了 过去吃吧 常依 我睡了很久 身子已经好很多了 从前的所有事情我都跟你道歉 你能不能放我出去 喝汤 你不原谅我就算了 不肯放我出去也行 你能不能让洛洛过来陪我说说话 吃饭吧 除了吃饭 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除了吃饭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这药上我不喝 难喝得很 我不需要用它来自补灵力 你拿回去 要么 你自己吃完 要么我用法术让你吃完 你自己选 你才欺负我体弱 是又怎样 吃饭 我都吃完了 我都吃完了 你满意了吗 气都伤口都痛 我要睡了 还真走啊 还真走啊 都不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没说眼睛都是鱼 眼前沧海的一滴 时光如梦盘旋成了梨 一盒泛起涟漪 我相逢在银河前飞行 经过入海的星星 至少有星空可以看 这日子还算不错 不是吗 吓死人了 那个 吓死人了 是个死 沿河煸茶 冬雪酿酒 今日绥末会有一场小雪 该暖一壶酒来喝 就你这副病烟烟的样子 你也不怕喝死 大冷天的 别人都能在屋子歇着 真凭我要来伺候你 窗户关锦线 你死了倒霸 若是病得下不了床 还得累得我来照顾你 我说话你没听到吗 听见了 我只是想要开个窗透透气 我劝你 得饶人出前饶人 谁管你 不过是个囚犯罢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 滚开 你竟敢对我动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以前可是侍奉清瑶少主的 我敢动手的人多了去了 反了你了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别别别 你千万别放手 有人身子不如从前了 采用了这么点劲 就觉得心慌手抖 别别别 你千万别倒了 谁管你 被欺负的滋味如何 下次如果再这样 我就会松手 竟敢耍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世子 你都算是什么东西 长夜 你的脾气变得暴躁了许多 过来喝药 过来喝药 方才看了那么一处大戏 我喝不下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我 ir circles 知道吗 你跟他们说 你怎么看 你 也不吃药 我会儿 然后 打招呼 什么 你 藏着 你让我吃什么我便吃什么 不可能 把药喝完了 还要把草药吃掉 以前在从击所 先师都不管我吃什么 你却连我的衣食住行都要管 莫不会 我呼气吸气你都要管着吧 与其这样 不如给我个痛快 也好过这样慢吞吞地被烦死 齐云河 你不会死的 在我想折磨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活着 少月 每天看着你的脸吃药 算什么成功 这明明是对我余生 最大的善意 放那儿吧 别因为太冷就要关窗子 掉进冰壶会更冷 这好 我就是 你过来 语魂珍 你为何会有姑姑的独门武器 姑姑 青叔是胡王的妹妹 你就是胡王之女 青叔的死 我可以给你解释 我身上的灵力 是青叔主动度给我的 不可能 姑姑与你非亲非故 她勤勉一生修炼的灵力 为什么会主动给你 秦云和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技术 但你刚刚的火火那么强 只有把姑姑的灵力 吸干了才会这样 看来表哥说得没错 你就是杀害姑姑的凶手 今日 我却要为姑姑报仇血恨 世子 你做什么 跟我过来 果然是个小美人 这生下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少了 你刚刚为何不让我杀了 季云和 你可知道他都做了什么 青叔的死跟季云和没有关系 那时我也在晚花谷 正如他所言 是青叔自己主动将灵力传给他的 我不信 虽然这些年我们和姑姑没有见面 但也还有联系 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 季云和一句 他又为何会将灵力传给一个外人 为了林苍狼 为了林苍狼 整件事就是这样 青叔的死的确是自缘 我原以为他们是主仆情深 但如今停了 只是姑姑被蜜了心 那灵沧郎根本就不在意她 不珍惜她 他们这群玉灵士 果然是最会谋算 玩弄任性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若还有人非议 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我不希望再有人 为此事 再寻极云河的麻烦 长义世子 那你和姬云河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他杀你 骗你 害你父王申允 害东海被封禁 你恨之入骨 欲杀之而后快 但你刚刚为何 那么紧张地护着他 你是不是和姑姑一样 也被玉灵士迷了心 我要让他也唱一唱 我曾经的滋味 所以他必须活着 令牌 这是我执意找备炎药的 你不要怪他 以后这湖心岛云渊 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锦云河的一切我自会安排 他是我一个人的囚犯 这身体终究还是禁不住 这般消耗 但如今要是退缩 可就太不划算了 我觉得 还是应该在此地 多加排人手 毕竟这条山道 通往北渊的割筑要塞 不容忽视 怎么了 呼吸脑坚持破了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走了吧 告诉你们 我现在可聪明了 我知道伺机而动 我在外面盯了一整天 终于让我逮着机会了 你 不许去 让开 我不 看好你的人 不是 他不是我 云河要走 你为什么非要拦住他呀 我 我 你呢 我 我想 老他 却 你救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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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我就知道这逃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但是也值了 长衣 这是一次浪漫的出逃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勇士 在心中对抗魔王 起来 地上凉 月亮多好看 你陪我躺一会儿呗 起来 不起 我是风风光光打破禁止出来的 这么回去太不体面了 既然想要体面 那为什么要打破禁止呢 我今日精神比较好 想出来活动活动 左右没拆你房子也没跑路 你放开我让我自己走吧 这班牵回去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放了你 你能好好走 你放了我 我定会好好走回去 大尾巴鱼 对不住了 我必须走 别往死 都不住了 pin 的 是吗 神 nobody 有 你现在在我手里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你要自由 我不会给你 你要解脱 我也不会给你 你只能在我手里 哪儿都不能去 你要干什么 我要让你记住 除了我身边 天涯海角 碧落黄泉 我都不会给你容身之处 当真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我们四只大眼睛 看得那真是 没错 清晴厉看当 为个绞人 把靖云河抓揍了之后 还在他耳朵上 撈了一个阴 以为太可怕了 我恶恶恨地 就是 老叶 嗯 他把靖云河当什么了 这可真有些过了啊 太过了 简直枉费本世子 往日在万花谷的 悉心传授 不行 我还得再去给他赏一个 好 这事儿别让三月知晓 他跟云河关系太近 只怕一急 又得跟常义一起冲突 记住了啊 肯定不能让他知道的 是得你放心 有什么事不能被我所知晓的 流星 流星滑过来 流星在哪儿呢 这不是在这儿你们 流星 就就就就在这儿 走走走走 怎么样 啊 长衣 我不是你的所有物 你困不住我 是吧 哪儿 世子 我觉得吵架是不对的 我郎君说过 对伴侣要温柔 是你放他走的 我不会再逃跑 你别碰他 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金姑娘 太可怕了 你怎么喜欢那样的男人 他很温柔的 可能是被我刺激到了 阿明 你知道我方才跑得有多快活吗 我感觉寒风是甜的 夜空是亮的 就连呼吸的空气 仿佛都是自由自在的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遗憾都没有了 哪怕就让我立刻死掉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姑娘 你的耳朵 是被世子印了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告诉我 我为他所有 可我偏不认 我只属于我自己 不管是在万华谷 还是在仙师父 还是在这湖心头 谁都别想拍弄 空主 即便是肠衣也不行 鸡姑娘 不要再揉了 会伤害到自己的 你 会很痛的 你 你别这样 会伤害自己的 很疼的 鸡姑娘 别再揉了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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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借你迟迟未归 就去空迷仙人那儿寻你 他说你来这儿了 发发生什么事了 试试 你给谁做交人印记了 不会是季云河吧 不是 不是真的是他呀 世子 你不疼 我都替你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交人印记的意义 他能连通两个人的五感 你说这个季云河 他每日被这反世折磨 你何必跟他一起 受这痛苦呢 虽然是因为你们家世子 自己心里头放不下云河呗 你也是来劝我的 说不上去 兄弟一场 看不得你受折磨 过来慰问一下 不用了 人间有一句俗话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也不强求你去多抱几棵树 毕竟我们这一生 能遇到一棵值得花一辈子 去守护的树 也是无比幸运了 可你别把那棵树 和你捆在一起勒死了呀 那你呢 你不是也跟你那棵树 困得牢牢的吗 你拿我和你比呀 那还真不一样 我虽追着三月跑 但他若当真厌烦了 想图个清静一走了之的话 我也认着结局 你和云河呢 你既不想杀他 却又偏偏固执地把他困在这里 甚至没有给他办点选择的余地 那又怎样 他还自由啊 比生命更深 你真困着他 他能开心吗 是 你不想让他离开北渊可以 但也不必非要把他 关在这湖心岛啊 多憋屈啊 就不能各退一步吗 那儿之后 就再也没有梦到 那个奇怪的女子了 难道真的只是幻觉吗 醒了是吧 醒了就过来吃药 喝了空明的药 精神确实好多了 但现在每天睁眼闭眼 都被这个大冰山监视着 真是自作自受啊 这家户搬来也有好几日了 怎么每次我入睡前他在忙 我醒来之后他还在忙 该不会是压根都没睡过吧 你这么没日没夜的操劳 不怕把身子熬坏了 不如你费心了 喝药吧 天天就叮嘱我喝药 也不关心关心自己 你是想比试比试一个月后 谁先死吗 放心 你不会死的 就算我不会死 但你这么熬着自己 说不定比我先灰飞烟灭 我嫂死 你不更应该开心吗 干嘛在意这么多 喝药 我得想个办法 不能真的让这条鱼活活熬死了 骑士何必搞得两败俱伤 若我 像从前一样对你 你也能顺着我的意思些 对吗 你想多了 不会的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啊 那就试试 天不语 晚来情 惊惊众自己 不离 谈不惊 反音后徒幽命 伤遍离 随梦 扇索海底 天里前舞三樱开 与兮情的尘埃 是谁在被我专牌 圆滇亮世间星海 我为你哭声而来 一步一旬存在 一步一旬如雪埋 爱 少生无悔 是吧 还是不会 这 我摔了一跤 把药打翻了 摔得够狠的呀 你来把脉吧 旁的别问了 好 好 做这吧 摔的 好 好 好 云河的情况 可有好转 他若是按时按量的吃药 多少肯定还是有些好转的 所以你以后跟季云河 能不能稍微 稍微注意点 别总把药丸给打翻了 你看今日 害得他脉搏 比往日快了很多 你五十 不是过来不意思吗 为什么突然又过来了 不是你求我过来 给他看病的吗 现在我来得情了 反倒是我的不对了 我就是看你平时很少空闲 有点奇怪罢了 骆锦桑呢 没缠着你 没吵着要见季云河吗 他不来缠着我 我耳根子反倒清静了很多 那既然这样 晚上不容去你房间 上一公事吧 车业吗 不方便 没有 是是是 我 我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是怕你突然挪了窝 你不习惯 我没不习惯 他不是对过去耿耿于怀 放不下又看不开 才恨透露我吗 那他为何 还有那般 那日 我们说的那片区域 现在已经加派人手定房了 跟这片区域同像的 还有这条水路 水路 结冰一哑 不太利于行军 你觉得呢 说是要溢室的也是你 那在这 在这儿心不在焉的又是你 你又在想什么呢 我也是多于问 肯定又想寄云河呢 我没想他 你还没有 还没有 这眼睛都直了 脸都红了 常义 你说你人来我这儿了 心又不在我这儿 你还不如直接去云月 我倒一样清静了 你想多了 来 咱们好好讲一讲 这个水路 我不刚说完吗 那再深入说一说 那再深入说一说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这是要干什么 睡不着 在等你 昨日为何要问我 你不是说想要试试吗 谁想试这个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引导我的人是你 今日结问我的人也是你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那好 那我完整地问你一遍 你们娇人 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连仇人都问 不怕坏了你们焦族的规矩吗 我一直都遵守着 我们焦族的规矩 一点都没有打破 你永远都是我的人 焦人印记 可以让我对你 感知见知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我想知道 我都可以知道 这就是我们焦人 给选丁之人的标志 怪不得我命轩一线之时 你能回来得那么快 长夜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你的皮影人吗 你不是 你是龙中兽 能用印记困住你 够了 我看你是瘋了 我看你是瘋了 宁愿此生放弃感情 也要囚禁我一辈子 你还没回答我呢 睡觉 好在我是个命短的 一辈子也没有多长 总不会连累他孤独一生 可是焦人又不能虚险 算了 反正他也不会听我的 不如睡吧 锦衡 若只有困住你 你才不会离开 我心甘情愿 人又被人 尊住万康 我心甘情愿 与你共共一首 悄悄的月光 山土一历 万库中的自己 一泪出一滴 追求天井 万库 这可是你的灯卫大典 长衣 你还不能走 请你再留一会儿吧 您是谁 我还活着 原来是风吹灭的 看来老天和我的玩笑还没开玩 连逃都不让我逃 你想求死 我这身子生死无疑 这副躯体如尽于我 也是牢笼了长颖 你真的想求死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秦河 你凭什么了解自己的性命 谁给你的胆子 长颖 那日牙上的寒风不够冷是吗 一开始就听话逃跑不好吗 为何还要执意撤凡 王妃我的一片侧业 还连累我被顺德责返 我那已经是在帮你啊长颖 提前了结你的痛苦 免得你被送到顺德那里获受罪 别嘴 别再说了 你如今大好 让江超宝 将我关在这儿 连我解脱的机会都要夺走 你的心肠远比当日的我狠 你不是恨我吗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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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解脱 杀了我 你动手啊 杀了我 杀了我 你说的没错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让你求死不得 过不住的大人有我 离人回家 这下好了 一度暴露了 死也死不了 下方也被看穿了 齐云和 我赶你白受罪 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 当了国奶奶的刀 只有你算账 尊主 尊主 那个 您这是怎么了 又为了齐云和费心伤神啊 凌状态那边您快回去吧 这云月的琐碎小事 以后都交给我吧 您也不用麻烦 每天为了他跑来跑去的 简直就是 够了 齐云和 哪怕死 你不肯留在我的身边吗 自从当日常义放松静止 让露露她们 让露露她们进狐心导陪我之后 静止就松动了 看来只要我封了娇人印记 就能悄悄脱身了 阿明 长衣还没回来吗 尊主和空明先生 在大殿上衣事情了 吩咐过深夜才回 鸡姑娘 你有事吗 没事 没事 这样也挺好 我想休息了 阿明你先下去吧 嗯 长衣 我走了 你今夜怎么心神不宁的 你今夜怎么心神不宁的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印记没有事情 但我总是放心不下 我要回趟云渊 来 村主 村主 玉灵师发动了夜袭 怎么如此突然 过去看看 兄长的身手 有所精进 凡事令心脉 简胜最后几算 不可再用灵力 我带你走 我就说玉灵师 没有一个好东西 原来和谭是假 月玉是真 你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理应外合拿下北渊 姬鱼和 你果然背叛了长衣 我不会再给你 伤害他的机会 不可 青阳乃胡王之女 若是此事闹大 何谭再无其忘 来已不善 难道叔叔带病 他们之前只是嘴上不扰人 并未有实际行动 今日突然动手 也着实奇怪 怕是背后另有高人 金云河 你果然聪明 清玄前辈 果然是你 您终于醒了 早就听闻清玄前辈通勤达理 今日我与灵谷主绝无恶意 只求安静地离开 之后灵谷主会再与北渊和谈 绝不会让前辈为难 可是本王记得上次在仙师府 遇见灵谷主 他可是誓死保护顺德先机的呀 如今 又奉了顺德的命令 前来攻打北渊 你这般行事 让本王如何相信 前辈 灵谷主与万花谷中险 皆是受害者 都是有苦衷的 你也来自万花谷 跟这姓林的就是一丘之合 舅父 别跟他们啰嗦 诛杀便是 前辈 我知北渊从不聚战 可一旦交锋 双方必会有伤亡 您忍心看着 刚刚恢复生计的地方 再遭伤害吗 我知前辈心中自有求和 自然知道什么才是 对北渊最好的选择 好你个纪云和 你果然很有胆破 本王倒是有几分心少你 不过可惜了 常义如今是北渊尊主 本王绝不会让你乱了他的心 今日是你们节语月遇在先 休要怪本王了 传我号令 诛杀纪云河与灵号警 一个时辰就要到了 若被长衣察觉 就真的走不了了 必须尽快突围 今夜御灵师形势颇为古怪 一再出战却一战击退 倒像是故意吊着我们 是阳宫 他们到底在掩护什么呀 不对 家人引记是被封了 所以才没有感应 云河那边出事了 长衣 云河去捷御救灵号卿 被狐王他们堵住了 他们要杀了灵号卿和云河 狐王 对 狐王醒了 此时不是你能掺和的 别越帮越忙 先往医院等着 都让开 我不想跟你们起冲突 袁儿 他一个御灵师 怎么会有轻疏的 独门引魂针呢 舅父 就是他杀了情书意 父王 不是这样的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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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陨河 救风 父王 父王 灵灵护主 只有自愿让渡的灵力 才会主动护主 护王 你现在应该明白 青叔是自愿的 并非纪云河所杀 护王 我不知道会 父王 父王 你不能有事 父王 主父 你好不然才醒过来 妖儿不能再失去你了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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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父 父王 旧父还有一丝脉搏 但很危惧 杀了他们 孤主 你怎么来了 属下实在不放心你 来 你们竟然还有奸细接应 你们果然早有预谋 什么和谈 满口谎言 杀了他们 尊主 您来得正好 季云河包藏祸心 不仅勾结奸细捷御 还重伤了胡王 现在胡王都快不行了 快带胡王回去 全力救治 好 原来 这才是你的目的 你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逃 扎语 秦河 我就应该关你一辈子 至少这样 你不会再有背叛我的机会 你以为 这里还是当初的万花谷啊 令昊卿 亲事不通往日 你应该明白吧 把契云河 关回胡新岛 把契云河 把契云河关回胡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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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王丹岁 生计本来就未有 此次醒来 也只是回光返照 坚持不了太久了 怎么会这样 父王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孔鸣先生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 亲要求救你了 先生 再尽力试一试吧 都是你的男的祸害 要不是因为他 舅父也不至于此 为什么要隐瞒 胡王苏醒的消息 你们暗中监视胡心头 任由吉云河闯入牢房 就是想以劫狱的罪名 杀了他 杀了他 父王 此事与瑶尔无关 父王小心点 杀季云河是本王的谋划 杀季云河 当初为你宁丹时 你曾说过欠本王和瑶尔一个恩情 如今本王可就要厚着脸皮 向你索要这份报仇了 胡王 杀季云河 你想要我做什么 本王要你杀了吉云河 吉云河不死 被冤难安哪 我又怎么放心将咬儿交托给你呢 杀季云河 有些事也是时候该告诉他了 常义你可知道 杀季云为你付出多少 父王 父王 父王你别说了 当初你灵丹锦烈 本王因囚禁于吴望库多年 伤及缠身 无力为你灵丹 你原本是必死无疑的了 是姚儿将自己一半的灵力 度给了你 才为你凝合了灵丹 保住了你的性命 姚儿年岁上小 灵力不稳 索性当日没出什么意外 不然他只怕是 连人行都维持不了啊 皇 你为何从未将此事告诉我 是姚儿不想逼你成情 更不想邪恩自重 事到如今 若再不说出此事 本王怕是走得不安心哪 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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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并非以护我 而是以一个父亲的命意 求你 早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姚儿就已经为你付出了很多 无论你对她的心意如何 都请你好好照顾她 好好看护北渊 明白吗 好好看护北渊 明白吗 好 差不多能猜到 所以眼下你更需要我 放了去云河 让我带她走 我凭什么把她交给你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也是对所有人最好的结果 你和她之间 到底在谋划什么 连她自己都不愿意告诉你 在她心里 你终究是个外人 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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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阳少主带来人 聚集在大殿 说是要让您 给皇之死一个交代 空 空明先生 已经快压不住了 常义 你与纪云河早已远近 放了她 你护不住她 你怎么知道我护不住她 我告诉你 纪云河 我一定护得住 你护不住 没想到 阴差阳错 竟导致了虎王之死 虎王亦死 被冤万花骨 势同水火 大战一触即发 你让曲晓星带大家暂时火车 避免正面交锋 问您 您 少主还请节哀 现在紧要的是 祭祀虎王 让他早些安息吧 用来祭祀父王的 该是仇人的心绪 而不是亲人的眼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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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胡王因万花果而死 眼下敌人就在北渊之境 我们请求尊主开战 求尊主开战 杀了季云河 为胡王禁祀 为大战戒气 杀了季云河 为胡王禁祀 为大战戒气 求尊主开战 杀了季云河 为胡王禁祀 为大战戒气 求尊主开战 尊主到 为胡王禁祀 为大战气 求尊主开战 杀了季云河 请尊主 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一战 我会亲自领军 不会愧对于 北渊尊主的位置 这也是我对 胡王的承诺 但季云河 我不允许任何人 懂他的性命 什么意思 你若下不了手 我们去 走 谁敢 季云河勾结敌军首领 意图劫雨 知父王身运 乃是手范 为何你还要留着他 父王临终前叮嘱过 绝不能给北渊 留下任何祸患 难道你忘了吗 齐云河不是北渊的祸患 他是想救北渊 事到如今 你还要信他吗 好啊 北渊安危暂且不说 那父王的性命呢 季云河杀了父王 这是事实 你难道忘了父王 对你的恩情与期望了吗 常义承蒙二位救命之恩 不会忘记 但是 唯独季云河的命 我不会让任何人碰 季云河 尊主你要做什么 少主以一半灵力处我应该 今日 我便以半身灵力相还 不要 我答应过狐王 一定会守护好少主和北渊 有了我一半灵力加持 自然少主定能有力量 抱自身无虞 而北渊 我也自当拼死护主 答应狐王的承诺 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 我不允许任何人 从我身边 带走季云河 为什么 仙月和他伤害你 背叛你 你 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大战将至 少主 尽快备战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主 这方式起不高 似乎有些古怪 诸位 北渊并不耗人 如果你们愿意退兵 林浩清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去 我以北渊尊主之名许诺 绝不派兵追击 自此 你我两岸 互不侵扰我 但如果 你们执意要答 今日我就让你们看过 何为北渊不去战 冬连长老 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打 万皇宫所有人的命书 都掌握在株灵的手里 我们没有退路 没有放手一搏 不得不战 长夜 此番对战 非我们所愿 但却不得不战 说再多也是无用 优优独播剧场——之前 我没关系 大家今天 Dante 我会忽然 台湾 就是 进攻 住手 是云和 你怎么过来了 是我自己要过来的 你别怪他们 长衣 现在不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还关系到整个北渊 长衣 放给他 云和 跟我们走 长衣 你别皱眉 这样不好看 放心 我不是要逃跑 我只是在屋里待久了 想出来跟顾游说说话 纪云和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在帮着北渊 对抗万花谷吗 云和 你要知道 谷主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 万花谷跟北渊 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 林浩卿 此次出征不单是为了我 更是为了你们 把你们带来 本就是为了投诚 你说什么 你已经见过谷主了吗 停手吧 这一战 我们双方都不会是赢家 谷主虽然被你们抓了 但是万花谷御灵师的尊严尚在 容不得你再次轻视无面 云和并非要轻视大家 也并非要侮辱大家 只是当年 先师探用寒霜压制万花谷之时 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败局 你所言不错 目前万花谷的御灵师 皆被先师与顺德所控 可是蝼蚁尚且偷生 命在他人手 我们无从选择 命是在他人手中 但心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 想要回头永远都不晚 万花谷已经输了几百年了 还要继续让他再输下去吗 但是我们身上的寒霜未除 此刻若不打 万花谷便会万劫不复 只要你们归入北院 一切就还未到绝路 诸位 我已经研制出了药物 可以压制住寒霜 之前你们派来凌霜台的同僚 也曾经寒霜发作 但是服下药物后 至今仍安然无恙 我相信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寒霜的 寒霜虽然可缓 但是北渊贤重 与玉陵师的积怨又如何化解得了 加上胡王之死 你们定会迁怒于万花谷的玉陵师 如此大仇想要罢首 谈何容易 我乃胡王之女 青瑶 当初害我父王遂丹之人 乃是仙师 而威压四方众仙有的 是仙师纵容下的顺德 冤有头 债有主 我青瑶今日在此立誓 凡师愿意加入北渊 共同抗击仙师顺德的玉陵师 我们都愿意接纳 绝无报复之意 诸位 我也曾是玉陵师 我知道你们冒似前来北渊苦寒之地的不怨不甘与不意 但是你们想想是谁让你们来到这儿的 你们又是为谁而战斗 可有清醒的人 睁眼看看 是谁让我们的血性不在 是谁将我们困于牢笼之中 又是谁在动和威胁我们 你们的刀剑 会向何处 你们的性命还有一腔热血又洒向何处 我欲将我手中的刀剑 会向牢笼外的行刑者 而并非同样夹缝中求生的苦难者 先师困不住我 也困不住万花谷 寒霜虽然可以压制躯体 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道义 还有希望 玉陵师之魂永远都是自由的 北渊不拒绽 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 反若北渊者 北渊并永不相赴 岳恒 我说过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愿意信你 曲小兴 愿入北渊 曲小兴 还不明白吗 曲抚跟希望 你们选哪一个 我愿意见到北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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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包不值死活的东西 曲晓星 我命你进宫 你竟然带着大家投降 好 选择希望是吧 我就让你们看看 你们选择的北渊 如何能救你们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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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缓解之钥匙吗 万花谷有三千玉灵石 我看你北渊能救多少 又来得急救多少 渊河 渊河 至少 睡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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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尉 巴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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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月和 你不能死 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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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癮活 就不疼 不疼 一人 回原 大尉八尉 其实我一想跟你说 我从未背叛过你 可是我不敢 我撒下了以大局为重的火 骗过了所有人也骗过了我自己 我只是害怕 怕我做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替你做决定是错误 逼你离开是错误 在全崖上赐你一件 让你心思也是错误 将你这颗赤子之心 伤得千疮百苦是错误 让你这个温柔如水的人 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而是错误 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话 反正你我之间 也无法再回脱我 当爱巴鱼 忘了我 也让自己 解脱了 无忎的换川 别再想起 乖显 过我的阁 Terre 这里发花有双方 如你白明朗 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这世间 如你所想 月鹤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叫出立体 她已经不在了 愿你的所长 去过眼地方 愿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无需我望去翻身 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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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你就这么走了 你醒一醒啊 醒一醒啊 他一定是在骑人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话 之前他为了让我走 便骗我 杀我 所以现在 他一定是想让我放了他 所以才骗我假死 对不对 云和 云和你才假死对不对 云和 云和 你不要碰他了 都是你不好 他绝 你也跟着绝 他赌气 你也跟着赌气 云和就是想得太多顾虑太多 可是你呢 你明明知道 他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哄哄他 让让他呢 你明明知道他喜欢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 让他出去看一看呢 你是他最最喜欢的人 为什么你就不能先服个软呢 才知道最后一刻都在帮你啊 你要是他之外 你突然是不是 你跳起来 你跳起来 他也不摸 你跳起来 他的首席 他也不在了 你跳起来 你跳起来 我跳起来 你发花有双方 如你般明朗 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这世间 如你所想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无论你跟我解释什么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相信你 过去重重 我早就放下了 我只是 我只是想把你留住 我封住了湖心岛 锁了云远 我借我所有的力量 去监视你 看护你 为什么还是留不住你 卢尽扫手的没错 我为什么就不能饶着 为什么非要跟你妒忌 为什么不直接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为什么偏偏要逼着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为什么要 fingertips 我还能把你帮助你 我再也不折磨你了 我救退ท you 我求求你 不要再跳下了你 你怎么不扮你了 我求求你 你怎么不扮你 我求求你 作詞・詞・曲・編曲 初音辰 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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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别打了 岳河 我不要你走 你回来 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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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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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体马上就要消散了 这是天忆 也是他最后的愿望了 每天 你没有看我的眼睛 你明明答应我 我会保余和平安的 我让你绝不可以撒谎 可是你没敢看我的眼睛 所以你从一开始 就决定让岳河去送死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 对不对 对不起 你知不知道你的对不起 害死了 岳河 你知不知道你的一句对不起 害死了 岳河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我也不要再对你负责了 岳河 岳河 你别过来 如果你再敢过来 你别过来 如果你再敢过来的话 如果你再敢过来的话 我就杀了你 我 你别过来 看我 你先走了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 你不曾夯 那你曾在我 曾经 我的天 来 前辈 我来找你喝酒了 前辈呢 喝完就不会这么痛了 阿姨 小丫头 我回乐游山了 不必找我 有人再会 所有人都走了 我去哪儿 反正这条命 当时已不多 不如就拿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日后还能有人惦记着我的好 想象也是赚了 你果真要怎么做 将交珠归还给长邑 少主也可以对清卷长来过交代不是吗 只希望日后 少主可以接纳五谷中故人 毕竟 狐王最想看到的并不是血洗战场 而是少主可以带着整个北园 平安 平安 自由 锦鱼盒 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有人说我该像风一样 风是自由的 没有人能困得住风 也没有人能困得住我 父王 锦鱼盒死了 他到死还在为北园着想 或许一直以来 都是我在误会他 是我在偏见和咄咄逼人 女儿如今好像知道何谓大局了 您的仇 我也替您报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心那么难受 我不能得着 大家 互相 是 走 您 您 好 她 即便 是 我们 若再动灵灵 他活不了的 他用自己的一条命 给了所有人一个交代 还是对自己那么狠 季云河 还是那个季云河 季云河 洛洛 开儿 我们找到玉露灵芝了 走 我们去找云河 云河的 愿筝 月光 无痛也无伤 留一双洁白的翅膀 不禁了眼霜 再有红 把自己 多疯藏 愿你永不落迷惘 上日月里 将时光刻在了手掌 人类梦滋扬 告别着 还记得吗 这里 就是你当初逃跑的终点 你说 那是你最快活的时候 就连呼吸的空气 都是自由的 其实那天 我早就远远地看到你了 可是我没有伤见 是因为 我看到了你是真实的样子 如果你旦明朗转眼过既有任何光年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那是我能看到的 你最简单 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生到最后 没有被任何事情束缚 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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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替你抄断 云禾 你们该有个好的结局 云禾 你喊心大胆地飞吧 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被宽众 只是你可不可以做的办法也行 你自己绝度你的明媚如花 流伤 过万丈 一月而上冲吞了寒江 外香 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首敲几的月光 山头一立 关不住的自己 泪出一滴 坠 云禾 你没有看错人 有他在 这事件定会如你所遇 郡主 您在云院的东西 我都取出来了 尊主 这儿再怎么着也是个念想 没必要给他封禁了吧 以前云禾 不喜欢被关在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 也没必要开了 哦 云禾的自己 云禾 云禾 云禾